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期分享的是乡村娃子第七集,雪崩带来的连锁反应,很快就蔓延到了春妮家里。 她昨晚刚跟燕子分完账,此刻正把一大落的存折往枕头的棉花里塞。 就在这时,外面的门被人踹开了,俩儿子在院子里喊着孙叔叔的称呼。 春妮赶紧从里屋出来,却看到马小蕾,吃人一般猙獰的面庞。 马,马主任,怎么了这是?昨天的产品,有质量问题。 春妮小心翼翼地问,张快记,您真是大能人,您比孙猴子还厉害,您都能把天给捅个窟窿。 马小蕾看到春妮红光满面的样子,真的欲哭无泪。 这个愚蠢的女人啊,她光知道赚钱,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到底闯了怎样的大祸。 马主任,您这话里有话啊。 我张春妮可本本分分。 我本你抹个头。 马小蕾抡起胳膊,直接给春妮来了个大嘴巴子。 春妮当场被揍猛了,马小蕾随即说,你为什么那么蠢?我们所有人都被你害了。 你竟然偷梁换住,用劣质线材代替前海的缝线,这一回,我们场都要跟着完蛋了。 这话如洪水爆发,直接冲垮了春妮的心理防线。 因为这件事,确实是她干的,她无法抵赖。 但她还是捂着脸,矢口否认道,马小蕾,你少给我血口喷人。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 好,你承不承认,已经不重要了。 警察估计一会儿就到,你跟他们解释吧。 张春妮,我来只是想告诉你,因为劣质产品带来的经济损失,估计把我们黄龙网剧场卖了,都还不上这个债。 你啊这么硬,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 说完,马小蕾坐视要走,而春妮的两条腿,已经彻底软了。 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直接搂住了马小蕾的脚踝,声泪巨吓道,马,马主任,真有这么严重吗? 严重?不严重,一点都不严重。 你那么聪明,那么厉害,这对你来说叫什么? 马小蕾悲极生乐,竟苍凉地笑了起来。 马主任,咱可是一条省上的,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你给我纸条明路,我,我可以给你钱,我分你一半行吗? 春妮看得出来,马小蕾绝不是在开玩笑。 因为她是第一次,看到对方如此绝望的样子。 而马小蕾,等的就是这句话。 她微微低头,斜眼看着张春妮说,你的钱是现金,还是存银行了。 春妮忙爬起来说,都在存折里,总共二十一万。 听到这个数字,马小蕾顿时心惊肉跳。 才不到半年时间,她竟然搞了这么多钱,她的胆子是真大啊。 马小蕾深深吸着气说,估计用不了多久,警察就会找上门,你的钱可能也会被冻结。 这样,我先带你去县里,把钱转移了,然后再去外面避避风头,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行行,我都听你的。 春妮是真没了主意,而且她也知道,自己使用的劣质线材,一旦出了问题,肯定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可她总是抱有侥幸心理,总觉得不会出问题,她觉得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春妮手忙脚乱,把刚塞进枕头的存折,又全部拿出来,塞进钱包里,就往外跑。 俩儿子问她去哪儿,她连理会的时间都没了。 上了出租车,她和马小蕾惊慌地望着窗外,生怕路边窜出来警车,把他们给围了。 这时,还在饭店的厂长孙涛海,整个人都已经麻木了。 而她的同学,警局的杨志刚,也刚刚接完电话,听动静时单位打来的。 孙涛海做贼心虚,眼睛不自觉地看着杨志刚。 杨志刚也看着他,四目相对间,是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氛围。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 涛海,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杨志刚皱眉问。 没,没事。 她赶紧摆手,心里也暗自松了口气,看来这个老同学,还不知道自己的事。 杨志刚则起身说,局里临时有点事,我得赶回去一趟。 涛海,开你的大越野,送我一程吧。 这话一出,孙涛海的心,立马又提到了嗓子眼。 他浑身静巒般地冒着汗说,这,我。 怎么,刚才还嚷嚷着,要拉同学兜风,这饭还没吃完,就反悔了。 怕我把你车给做坏了。 杨志刚半开玩笑道。 其他几个同学也忙说,涛海,赶紧送送志刚,人家干的可是国家大事,耽误不得。 送完人你再回来,咱们接着吃。 孙涛海的脑子已经抹了,极度的惊慌,使他想不出任何推脱的理由。 他开车载上了杨志刚,可心里又是那么忐忑,他害怕开到警局门口的时候,自己也会跟着进去。 涛海,你不对劲啊。 到底怎么了? 你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杨志刚敏锐的职业嗅觉,早就看出孙涛海心里有事。 而孙涛海,又何尝不想请这个老同学帮忙啊? 如果这次的危机,是潜海献财的质量引发的,他早就给老同学报案了。 可不是,这里面有个绕不过去的死结,那就是高王庄村民,没有生产资质,不被相关部门监管,那就是个也作坊。 没出事之前,人人都是精明的狐狸,出了事以后,个个都是惊弓之鸟。 孙涛海已经没了主意,黄龙岛渔民的经济损失,他还可以赔得起,关键是外地那些市场,他又该拿什么来赔。 涛海,你现在说叫自首,如果将来,我的人把你抓了,那就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了。 出于职业本能,杨志刚开口,炸了这么一句话。 其实他并不知道,孙涛海遇到了什么事,但他从对方的表情里,看到了犯罪分子才有的惊慌。 孙涛海心里咯噔一下,脚也猛地踩住刹车,脸上的冷汗,几乎不受控制地往外冒。 老同学,我是被人陷害的,我从没想过坑别人,我这次真的冤死了。 坐在警察旁边,孙涛海的心理防线,终究还是崩溃了。 那天中午,他把车停在路边,事无巨细地跟杨志刚,讲述了所有的经过。 春妮和马晓磊来到县城后,第一时间就去了银行。 马晓磊其实是最精明的,到了银行门口,他并没有下车,天知道警察会不会借助银行的信息,派人过来突击抓人。 现在厂里那么乱,惊动警察那是早晚的事。 而自己作为高王庄的负责人,孙涛江一旦发现自己不见了,他八成会报警。 张会计,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的钱,全部转到这张卡里。 这样,你的资金就不会被冻结,这也是咱们跑路的保障。 张小蕾面色正重道。 尽管春妮极度慌乱,但她还没有失去最后的理智,钱打到这个卡里保险吗? 她战战兢兢问。 马小蕾顿时气愤道,那你可以不打,等着银行给你冻结。 春妮吓了一哆嗦,却仍不放心道,你,你不会骗我吧? 马小蕾不耐烦道,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这时候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卡在你手里拿着,我先去车站买票,等你会玩了钱,再拿着卡来车站找我,我带你出去躲着,我在外地有朋友。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如果春妮再怀疑,那对方就真要掀桌子了。 所以容不得多想,她赶紧下车,跑去银行办理汇款。 而马小蕾也没停顿,她换了辆出租车,但并没有去车站,而是直接朝县城东面的广场,与自己的老婆孩子,小舅子见了面。 算算时间,春妮应该把钱汇完了。 她看着广场东面的另一家银行,当即朝小舅子说,东东,你立刻带着身份证,把你的卡挂尸,再重新补办一张。 东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姐夫这些年,一直接济她,所以她没有二话,直接照办。 倒是马小蕾的老婆,跟她闹了起来,又撕又扯地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马小蕾也累了,她懒得跟媳妇争辩,索性直接钻进面包车,狠狠抽起了烟。 张春妮,这都是你害的,我坑你的这些钱,也是理所应当的。 马小蕾知道,张春妮就是发现自己被骗了,她也不敢报警。 因为现在,她也成了逃犯,除非她想坐牢,可即便坐了牢,这些钱也不归她。 张春妮那么猴精,她不会想不到这一层。 可怜的春妮啊,她竟然还对马小蕾抱有幻想,她急急忙忙跑到车站,在人山人海中寻觅着对方的身影。 她甚至都不再去关心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她竟然还幻想着自己带着这么多钱跑路,也许能在外面的世界里好好潇洒一把。 而在距离张春妮两公里外的路边,孙涛海终于把事情的经过,完整地跟杨志刚陈述了一遍。 车里是死忌般的沉默,许久,杨志刚才开口说,涛海,你糊涂啊。 你明知道高王庄没有生产资质,还知法犯法,让他们从事大规模生产。 你这不是给自己挖坟吗? 志刚,看在多年老同学的份上,你帮帮我呀。 孙涛海苦苦哀求,你要我怎么帮? 高王庄不是独立公司,更没有企业法人,所以在这整个链条里面,他们不具备承担主要责任的资格。 而你才是第一责任人,你的黄龙网剧场,才是出产劣质商品的公司。 这些孙涛海都懂,正因为自己懂,所以他才如此的惊慌。 杨志刚又说,如果你刚才,陈述的是事实,那么这件事的主要责任,应该归咎到那个马主任身上。 他现在人在哪儿?使用劣质线材,是不是他的主意? 听到这话,孙涛海赶紧又往厂里打电话,结果得到的消息,是马小磊人不见了。 杨志刚微微点头,竟长舒一口气说,人不见了也好啊,这未必是坏事。 涛海,本来输出劣质商品,就够你喝一壶的,如果再把高王庄牵扯进来,你知法犯法, 以低工资使用廉价劳动力,并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从事大规模生产,这可又是一项罪名。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把责任,全部推到逃跑的马小磊身上,让他来背这个锅。 然后我只落一个管理不到位的责任,再尽量赔偿于民损失。 孙涛海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 涛海,我可什么都没说,具体该怎么办,那是你自己的事。 杨志刚果断避嫌。 孙涛海则激动道,那我是不是可以到局里,去举报马小磊以权谋私,侵占集体利益。 我还可以作为受害人,要求马小磊给予赔偿。 杨志刚当即不耐烦道,这些话,你应该跟你的律师说,而不是跟我商量,我什么都不知道。 马小磊确实逃了,他是最狡猾的一个。 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逃不了干系,除去献财质量的责任,他还以全谋私,吃了回扣。 一旦张春妮被抓,他所有的底都会被掀开,唯有跑路,才是最佳的选择。 而张春妮一直等到日落,也没有看到马小磊的身影,他壮着胆子再去银行,却被告知那张卡,已经作废了。 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彻彻底底被骗了。 可他不敢报警,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上了通缉弹。 绝望和恐惧笼罩在心头,他像丢了活儿一般,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孙涛海也去了警局,但他不是自首,而是举报马小磊。 他十分清楚,黄龙网剧场的赔偿责任是推不掉的,但他可以为自己减轻罪责,可以把脏水往马小磊身上泼。 只要高王庄的事不暴露,他的责任就能减到最小。 做完备案以后,孙涛海也不是没想过,要写款潜逃。 可他的厂子已经被封了,他的资金也被冻结了,他的老婆孩子都在这里,除过一辆崭新的大月也,身上再无其他。 而使他最难以下咽的,还是这飞来的横祸。 更换劣质献财这件事,到底马小磊是主谋,还是另有他人? 自己就算是死,也得死个明白吧。 但这件事不能报警,他只能私下里,找别人去查。 想过这些,马小磊咬着牙,死死攥着方向盘发誓,要让我抓到了罪魁祸首,我定让他痛不欲生。 春妮在深夜里徘徊着,游荡着,她感觉自己就像做了一场梦,脑海里依旧盘旋着,那昔日里的风光无限。 可梦总是要醒的,当现实的滚滚洪流袭来时,一切泡影都会被冲击得粉碎。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就走上了这样一条不归路呢? 最初,我只是不愿看到高原家,过得比自己好。 我能挣一份会计工资,能成为高王庄加工带头人,就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 我为何又要继续深陷? 春妮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但她好歹还有那么一次忏悔。 她想到了自己那勤勤恳恳的丈夫,自结婚以来,丈夫从没为难过她, 即便自己游手好闲,她想到了两个懂事的儿子,学习那么好,年年都拿奖状。 她多么想再回归家庭啊! 如果一切都没发生,她还是那个穿花袄,梳辫子的村妇, 她还能在街头巷尾,跟一帮老娘们一起,东家长,西家短的碎嘴子。 深夜里,她站在东面的土坡上,望着远处那可爱的村庄,这里才是她的家,她的哥儿,可这里,却再也容不下她了。 后半夜她摸回了村里,她看到收发站的棚子下面,码得整整齐齐的鱼笼,可厂里竟然没派车来了。 所以这只能说明,黄龙网剧场是真摊上事儿了。 她本想看一眼后,就彻底离开,渴望着旁边,自己住了十几年的红瓦房,她的心又被牵绊住了。 里面还住着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子啊。 回头警察要是找过来,自己那患有心脏病的丈夫,能否扛得住打击? 自己的罪孽,又是否会给孩子带来恶劣的影响? 无限地彷徨过后,她终究还是鼓起勇气,扣响大门,把丈夫叫了出来。 你去哪儿了? 收发站没人记账,村里人都急疯了。 丈夫披着衣服,哼哧哼哧埋怨道。 俊林,你赶紧收拾东西,把孩子叫起来,陪我回趟娘家。 春妮迫不及待道。 怎么?那头出事了。 高俊林拱着腰,被春妮吓得不轻。 路上再说,你赶紧。 说完,春妮就回屋收拾东西,俩儿子也被丈夫叫了起来。 春妮戴上所有证件,还有家里的一些散钱,几身换洗的衣服,便骑上了木兰摩托。 丈夫不明所以,但还是推着自行车,跟春妮一起带上儿子,彻底消失在了高王庄的黑夜里。 而黄龙网剧场,已经深陷到了官司里。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黄龙岛的事件一爆发,整个沿海的养殖区,也纷纷地来了诉状。 当然,这是一场打了很久的官司,我们暂且不提。 单说孙涛海这边,第二天就派堂弟孙涛江,去高王庄一探究竟,并准备彻底封锁住高王庄加工站的消息。 厂里的车一来,村里消息传得飞快,不一会儿的功夫,村民们就聚集到了收发站。 领导,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昨天的货不来啦,今天又不给送原料,是我们干得不好吗? 三婶盲探头问,孙涛江可不是马晓磊,他带着一些化学试剂,对收发站的缝线一测试,当场就确定这些线,根本不是浅海的线材。 于是他冷着脸,抓起一摞鱼龙,直接扔到地上说,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缝制鱼龙的线材,为什么不用厂里发的?这下把所有村民都搞猛了,他们领的就是原厂线材啊。 三婶道,大领导,我们的线材可都是从收发占领的,您可不能血口喷人啊。 孙涛江鼓着额头青筋,用力攥着拳说,线被调包了,这种线材,在市场上连十块钱都不到,我们厂里发的线,那要三十多一周。 我的天爷,大领导,这事儿您得问张春妮会计啊,所有的原料,都是他负责分发的。 三婶盲解释说,张春妮人呢? 孙涛江咬牙问,昨天下午就没见到人,今天倒好,全家人都不见了,大门锁得死死的。 三婶美好气道,孙涛江猜测,这张春妮和马小蕾,肯定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如今马小蕾都跑了,这张春妮估计也逃了。 不过他今天来的目的,并非找张春妮算账,而是想彻底抹掉,高王庄做加工这件事。 深吸一口气,孙涛江冷脸看着众人道,你们高王庄,使用劣质献材,给渔民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这笔账该怎么算? 哎哟我天爷,我们懂什么呀?都是你们厂,还有张春妮给我们发的原料,现在闹出了事,可不能落我们头上。 三婶千万个委屈道,现在张春妮跑了,没有证据了,警察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跟张春妮穿一条裤子,合伙坑害我们厂? 孙涛江思维缜密地反驳,老天爷啊,造孽啊,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老老实实干活,哪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啊? 您不能这么污蔑我们,我们啥也不知道啊。 三婶撒泼打滚,村民们又惊又下。 孙涛江这才松了口气,大伙听我说,将来不管谁到村里打听,你们都要守口如瓶,高王庄从来就没干过渔网加工,这世上也从来就没有这件事。 听明白了吗?真要是走漏风生,你们全都逃不了干系。 如此的威逼恐吓,村民们哪儿还敢瞎说。 领导,那往后,加工于龙镇买卖,三婶试探性地问。 还想有往后? 黄龙网剧场,估计都要撑不下去了。 最终的原因,就是你们高王庄造得孽,自己寻思吧。 说完,孙涛江头也不回地就上了车,愤愤地绝尘而去。 而就在当天的深夜里,高王庄收发站的棚子起了火,春妮的家里,也被人投掷了汽油瓶。 熊熊大火照亮了黑夜,烧掉了那些劣质渔网,烧掉了高王庄会计站的牌子,也烧掉了高王庄人,第一次创业的希望。 自此,高王庄再无余网加工,再无任何痕迹,剩下的只是一片焦土,和高王庄人失落痛苦的心情。 可怜的乡亲们,请不要灰心,失败是一笔财富,这是创业路上,必不可少的经历。 而成功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经历过挫折,不经历风雨,你们又怎能判断,哪些人才是值得信任的呢? 请不要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因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站出来,带领你们走向光辉的未来。 这起事件的余波,并没有就此停止,它甚至已经影响到了,高原那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 马俊兰哭了一夜,尽管他很小声,可躺在对面屋里的高原,还是听得一清二楚。 母亲的哭声,就如刀子般狠狠戳着少年的心。 高原想不明白,母亲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刚从赤坪线上爬出来,生活刚有点笨头,现实却又狠狠地踩上了一脚,把他们家踹进了无底的深渊。 少年骨子里的血都在炸裂,他恨透了贫穷,恨透了现实的残酷。 可弱小的拳头撕扯床单,他却无法做出任何改变。 那种无力的,空洞的愤怒,使少年不停咀嚼着绝望的滋味。 高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他只知道沈子家里,发生了一场大火,被烧得一干二净。 至于是谁放的火,厂里为什么突然中断合作,村里人各个守口如瓶,就仿佛渔网加工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他要念高中了,每学期的学费加住宿费,要一千二百元,这还不算每月的生活费。 母亲的腰有旧伤,还干不了重活,往后家庭的收入,又该靠什么来维持? 绝望虽然只是一个名词,可当他真正落入到平凡的生活里,却能压断人的脊梁。 第二天上午,马俊兰一边帮高原收拾行李,一边千丁万主。 高原,学费一定要拿好,到了学校赶紧交给老师。 说完,他又从兜里掏出二百元钱,往高原手里塞着说,这是一个月的生活费,钥匙,钥匙不够,你,你再跟妈说。 高原盲推托说,妈,我花不了那么多,一百就够了。 瞎说什么?一百块钱花一个月,你喝西北风啊。 人大将一个月都三百,你饭量虽然小,但怎么也得二百,马俊兰不容置疑,强行把钱塞进了高原兜里。 那一刻,高原鼻子酸得厉害,他单从母亲的语气里,就能听出家里的困难。 母亲干了一年的加工,估计也就刚挣够他三年高中的学费。 别说念大学,现在就连生活费用,母亲都还不知道从哪儿挤。 王献忠昨天下午,就从县里借了辆面包车。 儿子竟然上了高中,尤其考的还是县一中,他就是再忙,也得抽出时间。 大将,妈再给你一百,林青梅赶紧拽住儿子,又从兜里掏出一张票子。 妈,我又不是猪,花不了那么多钱。 大将实在是无语了。 可林青梅却严肃道,你以为我是给你的。 到了学校以后,多跟高原一起吃饭,你要多请客。 大将挠头笑道,那我,直接把钱给他,或者你直接给婶子不就行了。 林青梅抬手指着大将额头说,傻呀你。 你婶子和高原,是多要置气的人啊。 咱们直接给钱,他们怎么可能要。 别让高原看出来你在接济他,那孩子要鼓气,别伤了他的心。 懂? 这次大将没再嘻嘻哈哈,反倒无比郑重地朝母亲点了点头。 王献忠开车,拉着大将往高原家走,林青梅就跟在车后面,心里患得患失。 以前儿子走毒,不管再晚也天天回家,现在倒好,一个月才能见一次面。 丈夫又天天在外跑运输,她心里突然有种莫名的孤独。 高原和马俊兰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大将窜下车,忙帮着高原搬行李。 上车时,高原回望了一眼母亲,和身后的这个家,她竟然是那么的不放心。 以前在家里,她零敲碎打,还能帮母亲干不少活儿,如今自己这一走,又要辛苦母亲了。 快上去吧,走吧。 马俊兰灰着手,儿子这突然一别,她心里也不好受。 但她相信懂事的儿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闯祸,都能照顾好自己。 随着面包车的远去,两个女人站在路边,沉默助力了许久,才把目光收回来。 哎,都飞走了,莫了还是剩咱姐俩相依为命啊。 林青梅搂着俊兰的胳膊,紧紧依偎道。 罢了,飞出去也好,搁咱这穷乡僻壤的,能有什么出息。 小原生在我们这个家,真是委屈她了。 我和她爸都没本事,什么也给不了。 再往后,就靠她自己闯吧。 闯出来是命,要闯不出来,也只能认命。 这话林青梅听了,心里也不是滋味。 高原家确实太落魄,可偏偏这母子俩,又特别要鼓气。 你哪怕有点春泥那种不要脸的精神,我也好给钱接济一下。 可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轻易不成别人的情。 而坐在面包车上的高原,在退去了对家庭的担忧后,她新奇地望着窗外,望着那些陌生的风景。 她的人生,又往前迈了一步,从乡镇到县城,她花了三年时间。 王县中开着车,余光透过后视镜,望着高原这个安静,且带有一丝儒雅的少年。 微微一笑说,高原,家里你不用担心,你大妈会帮衬的。 说完,她又朝大江道,儿子,你这个棒锤能考上县一中,得亏有高原帮忙吧。 往后可要好好感谢你这好兄弟。 大江嘻嘻哈哈搂着高原的脖子说,往后在学校,你的伙食费我包了。 高原只是抿嘴微笑,她心里很清楚,这是大伯和大江,在变相地接济她。 虽然她心里不愿接受,但面上绝不能驳了人家的好心。 进入现役中,高原算是彻底开眼了,这里比实验中学还繁华,那些男男女女们,很多都穿得特别时尚。 她似乎很难相信,自己也成了这所学校的一员,尤其自己,还被分在了重点班。 她提着花棉被,在好多人艳羡的目光中,走进了一楼的二十二班。 但繁华并没有动摇少年的初心,她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我还是我,还是那个贫瘠家庭走出来的高原,我要好好念书,好好珍惜光阴,好好把握自己的人生。 开学头两天,大家都忙得热火朝天,分宿舍,熟悉校园,办饭卡,然后同学之间还要相互熟络,大江在一班,倒是混得如鱼得水,认识了不少新同学。 而高原还是那么安静,她一有时间,就预习新书的知识,安静地坐在教室窗边。 而窗外远处,是繁华的黄龙县城。 高原有时也会发呆,她会想县城的远方是什么? 临江市的远方,又是怎样的世界? 可思虑完遥不可及的梦,她就必须回归现实,思考自己的处境。 家里并不富裕,钱是不能乱花的。 根据这两天的了解,她知道食堂的馒头,是五毛钱两个,最便宜的白菜粉条,是一元一份。 如果照这样花销,一顿就是一块五,一个月除去放假两天,花销应该在130元左右。 这超出了高原预期的100元,所以必须要调整饭菜的搭配。 食堂里的菜太贵,还不怎么顶基,那索性就中午吃一顿菜吧,这样在同学面前,还能不失面子。 早饭有米粥,两毛钱一碗。 自己喝两碗,再加五毛一个的素包子,这样就只要九毛钱,既管饱,还能吃得体面。 至于晚饭,自己大可先不吃,因为在第三节晚自习的时候,食堂门口还会卖饭。 那时他可以买三个馒头,加两根辣条,花一元便可饱餐一顿。 如此算下来,伙食费基本就控制在百元左右。 这也是自己,能压缩的极限了。 除了自己的生存问题,他还注意到班上,在前排有一个空座。 据说是有新同学要来,班主任专门给留出来的座位。 当然,这些都与高原无关,无论谁来, 他都会友好相处,然后自己默默地发力,好好学习。 如果家庭条件允许,他还要考一个不错的大学。 而大江在风风火火交友之后,才突然想起高原的事。 我这两天没顾上他,这家伙不会饿死吧? 大江挠着头皮,待中午放学,他一溜烟就冲了出去。 大江自然不会把责任归咎于自己。 见面后,他大大咧咧搂着高原肩膀说, 你小子行啊? 我不来找你,你也不去找我,怎么着? 现在是重点般的花朵了,瞧不起我们这些普通人啊。 高原知道大江在开玩笑,这家伙根本不在乎那些。 但高原也清楚,只要跟大江一起吃饭,他肯定抢着请客,而且一定会吃好的。 他虽然拿大江当兄弟,可总吃人家的不好。 念初中时,大江就总请客,最后高原没办法,硬是把自己参赛的那点奖金,又给大江请了回去。 可他现在没奖金了,母亲也失去了工作,家庭实力的差距,让高原不自觉矮了一截。 他不喜欢这样的感觉,越是好朋友,他就越想平等相处。 哎,班里有人欺负你吗?要是吃了亏,你可别忍着,回头直接告诉我,老子使给他锤出来。 大江挥舞拳头,威风凛凛道。 来意中的都是尖子生,哪有那么多欺负人的事? 你也不要惹事,咱们好不容易才考进来的。 高原赶紧叮嘱道。 行,咱兄弟都发话了,我以后就收着点。 大江紧搂着高原的肩膀,他觉得能跟高原这个重点班学生做兄弟,心里特荣耀。 进到食堂里,果然不出所料,大江上来就买大鸡腿,然后是红烧肉,再是肉末粉条,炸里脊,活脱脱一个土财主。 高原看得心惊肉跳,这一顿就得尽三十块啊。 他一个劲儿劝大江,不要买这么多,可大江怎么可能听他的? 好在大江也有细腻的一面,他怕高原不好意思,便朝他说,你去排队买馒头,别光让我一个人忙活。 我饭量大,给我买六个。 讲真的,学校的馒头确实不顶基,看上去很大,但只要拿手一捏,就跟个驴粪担子似的。 别说大江那胃口,真要敞开了吃,高原一顿也能吃四五个。 本来高原的计划,是中午只花一块五,可现在跟大江吃饭,他光买馒头,就要花去两元。 真是什么样的经济能力,交什么样的朋友,混什么样的圈子。 高原连买馒头的经济能力都跟不上,有时他都觉得,跟大江做朋友,好辛苦。 不过好歹是吃了个度园,高原连菜汤都端起来喝了。 如此一来,他决定晚饭就不用再吃了。 大江回到宿舍以后,也突然意识到,每月四百的生活费,要是照这么花销,根本就撑不到月底。 他往床上一躺,抬手挠了挠头皮,最后索性刚牙一咬,花抄了旧管同学借,然后下个月再还。 今朝有九今朝醉,管他娘的呢?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可这却让高原犯了难,一次他还能请回去,两次他就承受不住了。 他知道大江不在乎这些,可自己不能不在乎。 他索性就想了个办法,自己的班级在一楼,大江在三楼。 每次只要一放学,高原就冲刺班地往外跑。 他到食堂买饭,能回宿舍就到宿舍吃,能回班里就在班里吃。 少年口袋里的窘迫,只能使得自己,以这样见不得人的方式,来维系那单纯的友谊。 后来,大江好几天都没有等到高原,要不是班里人说,高原早早地走了,他还以为高原出事了。 那晚,大江在食堂门口,买了一大堆零食,接着只找去高原宿舍,这才算见了兄弟一面。 你到底怎么回事? 高原,你不是故意躲我吧? 大江站在床前,疑惑地朝高原问,那,哪有? 学习任务太紧,我怕在重点班跟不上,所以尽量压缩吃饭的时间,好让自己多学点东西。 高原赶紧辩解道,大江点点头,这也的确符合高原的作风。 于是他把零食放到床上说,给你买的,晚上要饿了,就吃点点点肚子。 其实高原心里,又怎能不敢动? 自从念了这高中,大江几乎时时都在惦念着自己。 可我高原呢?不仅一次都没找过大江,还故意躲着他。 高原心里好矛盾,好难过。 他甚至在心里暗暗发誓,将来,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 大江对我的好,我会百倍千倍地还回去。 小哥俩重聚,自然要在宿舍里好好闹腾一番。 宿舍其他人都不敢吱声,因为大江长得太魁梧,眼神不怒自危,甚至带着杀气。 后来一直等大江走后,宿舍其他人才敢放开手脚活动,该洗漱的洗漱,该说话的说话。 宿舍小巴凑过来,坐在高原床上,眼睛总不自觉地盯着,大江送来的那袋子零食。 如果非要说高原有新朋友,那也就是宿舍小巴了。 他们结识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高原为了躲避大江请客,第一次从食堂打饭。 回宿舍吃的时候,他刚好撞见小巴,在宿舍里啃干馒头。 当时小巴惊得跟老鼠似的,忙把馒头藏在身后,嘴角还带着几粒馒头渣。 都是苦命的人啊,小巴家是山里的,那边几乎没什么像样的耕地,大都是在山区种地挂,然后再卖出去,换点粮食做馒头。 高原看了心酸,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菜拿出来,跟小巴一起吃。 一元钱的白菜粉条量虽然不多,可他们俩躲在宿舍里,却吃得那样开心。 小巴还给高原传授经验,说从食堂买的馒头,不要当时就吃。 等过两天放硬了再啃,特别顶级。 高原只是抿嘴笑,因为馒头不管怎么硬,它所含的物质总量是不变的。 所以,吃到肚子里转化成的能量,也是不变的。 小巴觉得顶级,那只是心理作用罢了。 对比与跟大江做朋友,高原觉得跟小巴在一起更轻松。 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话题,就是如何在贫穷的生活里,苦中作乐。 此刻高原看着小巴滴溜溜的眼神,就不自觉地想笑。 而小巴则故作好奇道,刚才那谁啊? 长得跟狗熊似的,真壮实。 高原说,是我好朋友王大江,同村的。 他在咱学校练体育,宿舍就在一楼的西门。 我说呢,难怪那么魁梧。 小巴一边说,眼睛一边往零食上撇。 高原就指着零食说,想吃就吃吧,喜欢什么就吃什么。 小巴故作不好意思,但手却很实称。 他没吃过什么像样的零食,但他知道高原大方。 小巴这样一吃,宿舍其他人也往这边撇。 高原继续说,大家都过来吃,一起分分吧。 高原虽然穷,但并不自私,如果这些零食只自己吃,让别人看着,他根本吃不下去。 这种骨子里的善良,其实与母亲的影响分不开,这种看似吃亏的举动,其实在未来的很多时候,都帮了他大忙。 第二天上午吃过早饭,班里就迎来了一件大事,那个前排空位的主人,终于要来了。 人们纷纷议论,这同学是男是女,如果是女生,到底美不美? 前排那么好的位置,又晚了这么多天才报道,看来这人的家庭,肯定不一般。 打预备零的时候,班主任带着新同学来了,是个男生,但并没有让人失望,他长得特别帅。 奶白的皮肤,棱角分明的脸庞,身上穿着名牌运动装,一双黑色气垫篮球鞋。 这时班里的女生都花吃了,有几个漂亮女生,赶紧故作起了高冷。 班主任压着教室里的喧嚣说,介绍一下,这位新同学叫高原,哦对了,咱们之前也有个叫高原的。 往后新同学就叫大高原,之前的就叫小高原吧。 这话看似没有问题,可敏感的高原,心里却有那么一丝丝不舒服。 明明自己先来的班级,为什么自己却成了小的? 而台上的这个大高原,操着一口洋气的普通话,他似乎又帅又有钱,还从书包里掏出口琴,给大家演奏了一曲美妙的音乐。 他自我介绍,说是从事理转来的,这身份又引得众人羡慕崇拜。 高原并不嫉妒,他只是担心自己,往后又没有安生日子了。 与这样优秀的人重名,将来少不了被别人拉出来对比。 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学习,踏踏实实走完求学之路,结果却不曾想,事情总不遂人愿。 有些人出场就自带光环,大高原的到来,使得每次可见,他身边都围绕着一大群人。 后来又有消息传出,说大高原的爷爷,是教委退休的干部,他爸在市里,是某国营大厂的经理。 无数光环加深,几乎把小高原的身影,给逼退到了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如果仅是这样也就罢了,不被人关注,倒是高原想要的结果。 可卑微的高原,却还要不时地被某些女生,给拉出来鞭尸。 同样都叫高原,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你看人大高原,就像是偶像剧走出来的主角,至于那谁,跟桃荒似的。 就他也配叫高原。 我要是某人,早改名换姓了。 这些话,都是在不经意间,刻意让高原听见的。 尽管脾气再好,高原有时也忍不住,在心里被加愤怒。 我怎么就不配叫高原? 我爹姓高,我生在高王庄广阔的原野上,我叫高原天经地义。 我的名字烙印着家乡的图腾,我是高王庄最醒目的标志。 可对方一个城里人,既没种过地,也没有生长在广阔的原野上, 他凭什么叫这名字? 他叫高成、高富、高帅都可以,他拥有了一切,为什么还要跟我抢这个名字? 高原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要愤怒,不要分心,我来是念书的,不是跟别人攀比的。 要保持自己的节奏,不要因外界的那些是是非非而分心。 别人有的,将来我通过努力也会有,父母给不了的,我会自己去获得。 就这样,高原尽量撇除杂念,按部就班地学习,生活。 他依然会在早晨喝两碗粥,吃一个菜包子,中午打一份菜,回宿舍找小巴一起吃。 晚饭先不吃,放学就跑到操场躲一会儿大江,然后等第三节晚自习。 他再匆匆跑到食堂门口,买几个馒头加辣条,躲在暗处壶轮一顿。 最后再返回教室,上最后一节晚自习。 日子就这样过着,他与大高原基本没什么交流。 倒是第一次月考,高原仍以优异的成绩,考了全班第二,全校第四。 但这生命中的一对宿敌,早早晚晚,还是要交汇的。 大江算是彻底混起来了,短短一个月,他不仅成了一般扛靶子,而且在体育队里,凭借大包大懒的爽朗性格,也备受队员们喜爱。 而他心里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办明白,老妈交代的事情。 可关键高原那兔崽子,跑得也太快了,他想请客也没机会啊。 再加上队里的人,傍晚放学后,经常要他去打篮球,如果一再地拒绝,就说不过去了。 于是,大江一拍脑门,还是先忙自己的事吧。 高原若是真遇到了困难,肯定会来找我的。 那天,大江没去找高原,而是直接跟伙伴们一起,奔赴了篮球场。 可比赛还没开打,大江在不经意间,竟然就看到高原,正坐在远处的双杠上。 这小子在玩什么把戏? 放学了不去吃饭,跑操场坐着干嘛。 于是,大江扔掉篮球,风风火火跑了过去。 哎! 你发什么神经? 这个点还不去吃饭。 大江扯着嗓门道。 高原着实吓了一跳,但他很快就调整心绪说,这次才考了班里第二,我得好好思考一下,自己失败的原因。 大江顿时瞪着眼,无比惊讶道,你管考班级第二,全校第四教失败。 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咱都是乡镇中学上来的,底子肯定不如县里学生后识。 但你脑子聪明,用不了多久,肯定比任何人都强。 高原说这话,本就是一种托词,也幸亏大江脾气直,没有太多想法。 不然在这个地方撞见,他还真不知该怎么圆谎。 倒是大江突发起想道,高原,我托你办件事,你必须答应我。 高原愣了一下道,行,你说。 大江道,你们搬在一楼,而且离球场近。 回头每天下午,你都来帮我站个球场。 高原思索片刻,大江确实喜欢打篮球,而且学校球场有限,他们一搬在三楼,如果来晚了,肯定站不到场地。 行,以后我每天都来帮你站场。 高原正愁没有机会,偿还大江的情意呢。 只是高原没有想到,大江也有属于自己的小聪明。 高原放学来站场,大江就先去食堂买饭,然后带到操场上,俩人在篮球架下面一起吃。 这回高原是真没法拒绝了,因为大江的这个策略,几乎无懈可击。 至于班里的大高原,也顺利当上了班长,凡班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也都紧紧团结在他周围。 每次出门,对方皆是前呼后拥,如众星拱月班,风光无两。 其中最积极的,当属班里的体育委员张勇,那驾驶就像大高原的家丁,处处都散发着一股狐假虎威的霸道。 但大高原学习不怎么好,月考连中游都不到,为人处事还不错。 虽然他在学校,认识了不少场面人物,但从没见他仗势欺人,势强凌弱。 倒是张勇跟条恶狗似的,瞅谁都凶巴巴的。 高原自然不去,出那些眉头,自己也容不进那种圈子。 他只是安静地学习,安静地生活,安静地帮大江站个球场。 周五傍晚,高原依旧早早地去球场,若是有人过来,他便和气地笑说,这个场已经站了,人待会儿就来,不好意思。 打球得都懂规矩,一中也没有那么多闹肿。 可那天本班的张勇,却带人过来了,他在寻觅了一圈之后,便看到了战场的高原。 哟,这不是小高原吗?我们正愁没场呢,结果咱班竟然早早地就站上了。 张勇耍着篮球,做事就要开打。 张勇,这球场是我给朋友站的,他们马上就过来。 高原立刻解释道, 朋友,你说小巴啊,就他那炮弹小个子,能摸得着篮板吗? 张勇比一道,不是,是一般的朋友。 高原微皱眉头说, 你作为二十二班的人,给一般站什么场? 让开,咱班人站的,就是咱的场。 张勇霸道地说。 高原无奈道,张勇,真不行。 你们要是想打球,明天我帮你站, 但今天我已经答应人家了,如果让人白跑一趟,这样不好。 张勇却当即冷下脸,瞪着突出的大眼珠子说, 你到底让不让开? 高原怎么可能让? 大江每晚都请自己吃饭, 如果他连个球场都站不明白, 他还有什么脸面,去偿还大江的恩情。 真没想到,咱二十二班竟然出了条走狗, 而且还是渣子一般的走狗。 真特么闹不明白, 重点般的优等生不当, 非得跟垃圾混一起。 张勇无不讽刺地吐了口唾沫。 你骂谁是渣子? 谁是垃圾? 高原怒了,骂我可以,我不在乎。 但骂大江绝对不行,因为那是我的挚友。 我没有尊严不要紧, 但我不能让我朋友的尊严受损。 一般就是渣子汇集地, 全校尽人皆知。 你想怎么着? 你要打我。 张勇看着高原握紧的拳头, 满是鄙夷地笑道, 这个场地, 你到底给不给咱班同学? 不给。 高原斩钉截铁, 这不仅仅关系到对大江的承诺, 更为关键的, 张勇带的这些人里, 大部分都不是本班的同学。 好,这事没完。 撂下这话, 张勇带着人, 直接扬长而去。 高原并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 他以为张勇就是为了面子, 说两句狠话, 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罢了。 高原总是把人想得太好, 因为他认为这个世界, 始终都是美好的。 冲突是在晚自习后爆发的, 当时高原和小八, 刚从水房打了热水, 回宿舍还没放下暖瓶, 宿舍门就被踹开了。 张勇带着几个其他班的人, 对着高原后背就是一脚。 高原完全没有防备, 身体和暖瓶全摔在了地上。 也幸好学校水房的水, 从来都没有烧开过, 不然高原的皮肤, 肯定会大面积烫伤。 紧跟着就是拳打脚踢, 张勇还骂骂咧咧, 又是走狗又是贱货, 倒是小八机灵, 他刺溜一下窜出去, 奔着一楼西门就跑。 高原被揍得在地上爬不起来, 小八扯着嗓子, 在一楼喊王大江的名字。 哪个孙子喊爷爷? 哭坟啊! 大江正在卫生间洗头, 顶着满头的泡沫问。 小八冲进去说, 高原挨打了, 好几个人在揍他。 什么? 大江当时就猛了? 快去啊! 暖瓶都被踹碎了。 我操特老了。 大江把盆直接往头上一泼, 抬脚踹断卫生间的拖把杆, 跑到走廊就怒吼, 一般凡是还能喘气的, 都跟我去四楼。 作者有话说, 兄弟们, 我出去吃口饭, 下午接着写哈。 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 嗓门越大, 号召力就越大。 不然在古代战场上, 那些英勇的将军们, 又如何号召军队发起冲锋? 再加上大江的嗓音, 带有炸裂般的雌性, 这在人们心目中, 就是威望, 是安全感, 是团结的力量。 不仅仅自己的朋友, 似乎整个楼道都听见了, 其他宿舍的人, 也纷纷冲出来凑热闹, 汇入了大江的队伍当中。 总之, 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人了。 一时间, 整个楼梯都挤不下了。 大江拎着拖把杆一马当先, 直奔四楼而去。 有些人, 天生就具备领袖气质, 那硕大的身材, 豪爽的性格, 大放的手笔, 就是人们心中, 直顶云霄的大道。 宿舍里, 高原仍被踩在地上, 碎裂的暖瓶洒了一滴热水, 高原的衣服湿了, 脸也湿了, 浑身都是脚印子, 胳膊拧着劲儿的疼。 张勇一只脚踩着高原的脑袋, 狠狠朝他催着拖沫怒骂, 不识好歹的东西, 今天竟然当着那么多人搏我面子, 你特么是个什么玩意儿。 张勇之所以敢这么猖狂, 是因为他知道高原的底细。 乡下来的, 衣服全是地摊货, 平日里属于可有可无的透明人, 也只因跟大高原重名, 才稍稍被人关注了那么一下。 反观自己, 家是现成的, 平日里不愁吃穿。 最重要的一点, 他跟大高原还称兄道弟。 大高原是谁? 爷爷是退休老干部, 父亲是国企经理, 大高原报到那天, 主任都亲自站门口迎接。 所以我揍一个乡下穷小子, 压根就不是什么大事。 即便有什么事, 大高原也会帮我撑着。 于是他变本加厉, 脚用力踩着高原的脑袋, 恶狠狠地咬牙笑道, 你不是挺硬气的吗? 我骂你朋友是渣子, 你不是要打我吗? 来啊, 打我, 打死我, 打不死我, 你都不配叫高原这个名字。 周围都静了, 张勇是那么得意, 他认为是自己威胁的话语, 震慑住了周围所有人。 殊不知, 大家之所以安静, 是因为在张勇身后, 正站着一位身材高大, 手持棍棒, 双目星红的壮汉。 打死你, 不用负责任吧。 身后, 大江面色冰冷地问, 啊, 只要他能爬起来, 只要他敢动我,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发士, 绝不追究责任。 张勇眯着眼, 还故意撸起袖子, 耀武扬威道。 好, 有你这话就行了。 说完, 大江抡起棍子,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砸在了张勇脑袋上。 力道太大, 棍子应声而断, 张勇在第一时间, 甚至都没感觉到疼。 他竟然还有力气回头, 结果就看到一位, 整整比自己高出半头, 比自己撞上一圈的大汉, 又朝他抡来了一个大拳头。 敢打我兄弟, 我特么弄死你。 拳头闷在张勇的脸上, 刹那间就飞出一颗大牙, 紧跟着张勇的身体, 也跟着扑在了旁边的床上。 下一刻, 后面的人都冲了进来, 宿舍的门, 差点就被挤掉了。 刚才张勇辱骂的声音, 大家听得清清楚楚, 本来后面的人还不明就里, 大江嚷嚷着上来干什么。 现在他们知道了, 有人骂他们渣子。 高原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 就看到一群人正围着床怒踹。 倒是大江赶紧跑过来, 心疼地检查高原的伤势。 可高原连鼻血都没来得及擦, 就盲朝大江说, 别让他们打了。 大江, 别把事情闹大。 你傻呀! 他那么打你, 老子宰了他都不多。 这事你别管, 我今天要不抽了他的金, 我王大江就不配做你兄弟。 大江知道高原老实, 他从不与人闹矛盾, 而刚才那混蛋, 明显就是势强凌弱, 觉得高原是软柿子。 大江, 你要再打下去, 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 高原咬着牙, 他知道大江太忙, 脾气要是上来了, 什么事都敢干, 完全不顾后果。 他们走到今天, 是多么不容易啊。 风鲤与礼部说, 为了提高成绩, 都累成狗了, 不就是为了今天, 能站在这里吗? 你, 你怎么就那么怂? 是他太犯贱, 嚷嚷着要挨打, 这么无理的要求, 我怎么不得好好满足他。 大江又气又笑道, 大江, 我数到三, 再不停手, 咱俩绝交。 高原几乎是咬着牙缝里的血, 说了这话。 因为张勇背后, 还站着大高原, 而大高原背景, 又那么深厚。 真要是把张勇揍出好歹来, 他们的人生之路, 估计就走到头了。 他真不想, 大江为了自己, 而断送了大好的前程。 这个责任他负不起, 更无言去面对大伯和大妈。 一, 高原, 我是在替你出头。 二,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怕事? 你的骨气呢? 三, 都给我停手。 大江终究扛不住压力, 随即把众人扒拉开, 并趁高原不注意, 又狠狠朝床上补了一脚。 张勇虽然护住了脑袋, 蜷缩住了身子, 可后背传来的疼痛, 让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本以为高原这种货色, 没有任何靠山,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翻了车。 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 到底谁是渣子? 大江垂着眼烧, 漠然望着对方问。 好, 好汉, 都是好汉。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大江判断得没错, 张勇就是仗势欺人的货色, 真正的硬骨头, 怎么可能轻易求饶? 那你以后, 还敢不敢欺负我兄弟了? 大江继续问。 不敢。 绝对不敢。 张勇巴拉着手, 惊恐地蜷缩在床脚求饶。 还能走路吗? 用不用我把你扶回去? 大江叹着脑袋, 故作关心地问。 张勇赶紧从床上滚下来, 屁滚尿流道, 能能, 我自己走, 我能回去。 望着对方跌跌撞撞的背影, 大江补充道, 以后有什么事, 直接冲我来。 我叫王大江, 怕你我是孙子。 张勇怎么可能就此罢首? 自上学以来, 他这个小霸王, 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大的亏。 要是大高原, 再就好了, 他认识那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 怎么不得让刚才那王八蛋, 跪下来求饶? 可大高原是走毒生, 他不住孝啊。 明天, 就明天一早, 我必须要让大高原, 替我找回这个场子。 如若不然, 我张勇在班里, 可就没有任何立足之地了。 他一边发痕, 一边趴在床上, 他的脑袋起了个大包, 疼得他无法入睡, 可更疼的, 是他丢了面子, 还当着班里人的面, 跟对方求饶。 那夜高原也没入睡, 撇开大江不谈, 他自己又何尝不痛恨张勇? 如果身份可以互换, 如果自己是大高原那种背景, 他又怎会忍气吞声,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你没钱, 没关系, 没背景, 就连还手都成了一种奢侈。 他也疼得浑身发颤, 却又不得不为明天的事去考虑。 张勇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肯定会请来大高原。 自己倒还好说, 本来家庭情况就不好, 大不了这学他不念了。 可他要为大江考虑, 为了保全大江, 他艰难地下定决心, 明天必须主动找大高原, 为大江求情。 第二天来得很快, 高原咬着牙跑完早操, 刚回到教室, 就看到张勇, 已经坐在大高原旁边, 会声会色地告状了。 大高原皱眉起身, 作为大家心目中的优质偶像, 他不想跟张勇, 在班里讨论这种乱糟糟的事。 他把张勇叫到外面走廊, 双手插兜, 靠在护栏前问, 你把小高原给打了。 张勇挤着三角眼, 忙不迭说, 那货就是个叛徒, 他把求偿给一般, 都不给咱二十二般, 你说他该不该挨揍? 老大, 他竟然还找人打我, 打我可就是打你的脸啊。 大高原抬着帅气的脸旁, 微微点头道, 你把小高原叫出来吧, 我在后面的草坪上等你们。 哎, 我这就叫那孙子出来。 张勇立马点头, 指高气扬地返回教室, 如今有人给撑腰, 他恨不得横着走路。 小高原, 你给我滚出来。 双手插腰, 张勇咬牙切齿道。 高原心里一咯噔, 该来的总归要来。 他也做好了准备, 无论大高原怎么处置自己, 他都认了。 只要不找大江麻烦, 只要他们还能继续念书。 高原紧抿着嘴唇, 强压着心头的恐惧, 迎着朦胧的黎明, 穿过教室的走廊, 他跟在张勇后面, 来到了被大树环绕的草坪中间。 大高原靠在一棵树下, 举手投足都带着城里人的优雅, 但这并不妨碍。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势, 而这种气势, 是以强大的家庭背景为基础的。 老大, 人我带过来了。 张勇气势汹汹, 又回头朝高原骂道, 你特么给我快点。 大高原微皱眉头道, 张勇, 我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叫我老大, 我不是混混, 我只是一个学生。 张勇却厚颜无耻道, 在我心目中, 你就是我老大, 这辈子, 我是跟定你了。 大高原没搭理他, 而是转头看向高原道, 你站了篮球场, 没让给咱班张勇, 是这个事儿吧。 高原虽然心里打触, 但还是不卑不亢道, 我答应帮别人站场, 就得说到做到。 我也跟张勇说了, 如果他想打球, 我明天可以帮忙给他站。 大高原点点头, 又抬手整了整帅气的运动外套, 嘴角微笑道, 张勇, 小高原没什么错啊。 做人讲诚信, 这不对吗? 可他作为二十二班的人, 却给一班站场, 他就是个走狗。 张勇争辩道, 你少狡辩, 你提前通知高原, 让他站场了吗? 如果没有提前说, 你用蛮横地抢人家场地, 他不给你, 这不是理所应当吗? 大高原的脸色, 缓缓沉了下来。 旁边的高原却愣了, 事情的发展, 完全跟自己想得不一样了。 他以为对方, 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维护兄弟, 会让他吃不了多着走。 结果却不曾想, 对方竟然这么讲道理。 而张勇是彻底猛了。 这些日子下来, 自己舔着脸, 跟在大高原身边安前马后, 他怎么不得罩着自己啊? 无限地委屈袭来, 他气得咬牙跺脚说, 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认在。 说完, 张勇苦着脸扭头就走。 可大高原却不紧不慢道, 等会儿, 我让你走了吗? 事情还没有处理完, 你这什么急? 此话一出, 张勇突然又萌生了一丝希望。 这老大还是照顾自己的, 如若不然, 那以前安前马后的伺候, 可不白忙活了。 见张勇扭头回来, 大高原干咳了一声说, 你们俩一人挨了一顿, 算是扯平了。 可我的事, 又该怎么算? 你的事? 高原和张勇, 几乎一口同声道。 大高原皱眉问, 昨天, 张勇有没有骂过我? 高原抿嘴说, 他确实骂了高原这个名字。 骂了几句, 大高原的拳头, 一点一点攥了起来。 他一边打我一边骂, 我记不太清, 少说有事识几句吧。 高原如实回答道, 骂一句一巴掌, 是你来, 还是我来。 大高原拽起袖子, 歪头看着高原问, 我妈让我好好学习, 不要惹事生费。 高原憋着笑, 似乎一切都超出了自己的预料。 大高原抬手, 用力拍了拍他肩膀说, 你妈妈说得对, 好好学习才是正事。 但我妈告诉我, 在学校不要惹事, 但也不能吃亏。 我很爱我爸爸妈妈, 最痛恨别人骂他们。 而旁边的张勇, 脑门都要炸了。 今天明明是叫大高原, 为自己出头的, 怎么绕来绕去, 成了自己挨揍了。 关键他还不敢走, 因为整件事, 都是他自己挑起来的。 是他强行要占高原的球场, 是他先带人打了高原。 有了这个把柄, 大高原只要跟校领导动动嘴皮子, 估计自己这学, 就念不下去了。 张勇, 你作为体育委员, 例证应该不用我教吧。 大高原走到他面前, 帮他整着衣领说。 张勇则含着眼泪, 硬生生把身体挺得笔直, 人有多猖狂, 就有多落魄。 善恶因果, 终是循环。 那天, 张勇顶着猪头一样的脸, 含着眼泪回了教室。 而高原则开口, 把大高原叫住了。 你为什么要帮我? 张勇才是你朋友, 正常情况下, 不应该是这样的。 高原鼓足勇气, 百思不得其解地问。 大高原转过身, 他并没有嫌弃高原的寒沉, 竟然还张开胳膊, 搂着高原瘦削的肩膀说, 谁告诉你, 张勇是我朋友了。 我也讨厌他, 动不动脏话连篇, 没一点教养。 好多次我都想甩开他, 但就是架不住他后脸皮。 这一回, 我得谢谢你, 给我找了个好理由, 赶走了这个凡人精。 高原直愣愣地看着他, 许久才说, 你, 真的假的。 大高原笑说, 你喜欢张勇那种 嚣张跋扈的人吗? 当然不喜欢。 高原诚恳道, 你都不喜欢, 凭什么让我喜欢? 你小子不会因为咱俩重名, 就带着怨气, 把我化归到坏人一类了吧? 兄弟, 我好歹来这儿一个多月了, 没怎么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吧。 大高原满脸无语道。 也是啊。 大高原除了学习成绩差点, 他哪样不是出类拔萃? 为人谦和有礼貌, 班级事务格外上心, 人长得帅, 还多才多艺。 行了, 好好念书, 就冲着咱俩叫一个名字, 我给你保证, 往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 大高原言辞恳切道。 可高原依旧疑惑地问, 就因为咱俩重名, 你就对我好。 对方依旧耐心道, 不是对你好, 我只是尊重学习好的人。 我爷爷经常教育我, 要多结交知识分子, 因为你们的未来, 前途无量。 高原, 某天你要真发达了, 别忘了我这么个班长就行。 而且作为班长, 我必须得处事公道吗? 高原长书一口气, 这才重重地点头说, 班长, 谢谢你。 回教室吧, 好好念书。 这次高原真觉得自己, 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对方家庭条件那么优越, 肯定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人家又怎会跟张勇那种人, 是一路获涩呢? 他开始打心底里, 佩服和崇拜这位班长, 难怪有那么多同学, 愿意环绕在他周围。 这不仅仅是人家背景硬, 更重要的, 人家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啊。 巨大的劫难就这么消除了, 高原也要回归自己的节奏了。 但他不想再帮大江战场, 因为这些日子下来, 他吃了太多大江的饭。 上月大江就超知, 他妈还专程来家里问, 是不是大江在外面乱花钱, 上网什么的。 那天, 高原没去战场, 大江认为高原有伤在身不方便, 他不但不生气, 还专门买了饭, 给高原送了过去。 大江, 你不要总给我送饭, 我有钱, 饿不着的。 那天在教室门口, 高原特无奈地说, 瞧不起我, 觉得我总来你们重点班, 给你丢人了是不。 我知道有些风言风语, 瞧不起我们普通班, 我懂。 大江挠着头, 还是把饭菜, 硬往高原手里塞着说, 往后你来我们班拿饭, 这总行了吧。 大江,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高原也苦恼, 他知道大江是好意, 他感动得都想哭。 可总被接济, 他在大江面前说话都没底气, 这不是朋友该有的关系, 他不喜欢欠着人情。 许久高原才说, 大江, 我真有钱, 我妈一个月给我二百块, 这完全够我吃饭的。 你老给我送饭, 班里人都笑话我, 说我是个书呆子, 除了学习啥也不行, 就差让人喂饭了。 哪个狗日的这么说? 你告诉我是谁? 大江顿时怒不可遏。 这不重要, 大江, 给我点自由, 我要真缺钱, 真吃不上饭, 我能不去找你吗? 高原依旧保持耐心道。 大江思虑半天, 才长舒了一口气说, 那行吧, 之前就是我妈, 让我吃饭的时候叫上你, 怕你舍不得花钱, 吃不好。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尊重你的意见。 把这顿吃了, 王后我就不喊你了。 说完, 大江转身就走, 他虽然大大咧咧, 但并不傻。 冥冥之中, 他似乎感到高原与自己, 开始变得疏远了。 人家到底是重点般的, 是天之骄子, 总归不能天天跟自己这个大老粗, 这个体育生混在一起。 大江心里失落, 高原更是倍感痛苦。 他回到班里, 一边吃大江送来的饭菜, 眼泪就一边往地上滑落。 大江一家人, 多好啊! 他的爸爸, 妈妈, 包括大江, 这些年一直都照顾着自己的家庭。 高原心里记着恩呢, 他从不敢有一天忘记。 他甚至在幻想, 要是大江家, 跟自己家一样穷就好了。 这样, 他就可以跟大江一起啃馒头, 一起研究怎样吃饭省钱, 一起在晚自习的时候, 到食堂门口买馒头, 然后躲在黑暗的角落啃。 他从来不想伤大江的心, 可自己的经济能力, 是真的达不到。 大江啊, 请不要怪我, 我是真拿你当兄弟, 才不愿总占你便宜。 如果这样一直站下去, 连我都会讨厌我自己。 某天, 若我有了钱, 定与你把酒言欢, 不醉不贵。 这件事过后, 两人虽然依旧一起坐车回家, 一起重返校园, 但他们在学校里, 几乎很少再有交集了。 少年们的心里, 仿佛在无形当中, 多了一道隔阂, 说不清, 道不明, 总归是没有以前那样亲近了。 大江觉得, 高原是重点般的人, 要注意影响, 所以才刻意与他这体育生, 保持一定的距离。 而高原觉得, 一直接受大江的帮助, 使他在大江面前, 越来越没有底气。 有时很多话都闷在心里, 都不敢去反驳大江的意见。 那时他们俩, 都好想时间过得快一点啊。 大江想早点上完这操弹的高中, 让他与高原之间, 不再有这种阶级之分。 高原也想, 时间过得快一点, 自己赶紧强大起来, 等赚了钱, 有了和大江家一样的经济能力, 他就可以和大江一起, 无话不谈了。 可高原还没有等到那一天, 事情就出现了别的变故。 周二晚自习, 高原照例趁着课间, 跑去食堂门口买饭。 可他却没有发现, 那晚大江也饿了, 也跑去食堂门口买饭。 而大江, 就在他身后不远处, 并亲眼目睹了, 高原为了省钱, 而一直饿着肚子挨到晚上, 在无人处啃馒头的场景, 这期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继续吧。